观众朋友们你好 你现在关注的是2011美金面膜花儿朵朵 加拿大唱区的发布会的现场 现在我们所处位置呢 是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德华花园 那我身后的红毯呢 就是为我们待会儿要到现场参加发布会的贵宾铺设的 那一会儿呢 所有贵宾会随着我们的贵宾车来到我们现场 并踏上红毯 待会儿我就会带各位去看一看 究竟是哪些贵宾会出席 今年2011美金面膜花儿朵朵 加拿大唱区的发布会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现在我们看到踏上红毯的是此次活动 主办方的负责人曹磊女士 同时协同呢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多多总理事馆的文化领事陈霜先生 到我们的现场了已经 现场我们看到呢 就是有我们的CEO 我们的曹磊女士 还有呢 我们的文化领事陈先生 那带完花之后呢 就会来到我后面的The Magic Moment 这块板上就是签名楼字的 当然一会儿就会访问了访问呢 我们的文化领事陈先生了 首先呢 非常的高兴 参加这次这个新闻发布会 花儿朵朵这个品牌呢 在国内也是非常的知名 那么这次呢 花儿朵朵第一次把这个活动呢 放在这个多伦多 我说的是海外 海外赛区 唯一的一个海外赛区 放在多伦多呢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走上红毯呢 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多多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 张美芳领事 协同出席的还有来自海外之心的 签名艺人林耿贤先生 今天很高兴 非常荣幸 跟我同事一起迎邀出席 2001花儿朵朵 北美赛区的新闻发布会 我代表领馆 预祝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好 多谢 其实今天我们是非常之 很荣幸 参加这次和湖南卫视 青海卫视一起合作 和海外赛区合作 做华尔多多 第一次在海外选拔赛 所以这次是一个 是一个里程碑来的 我们今次WOW TV 是非常之 很荣幸参加这次活动的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走向红坦 是来自多云多 York region的市议员 Gordon Landon先生 我觉得这很美 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多 技术 你知道什么吗 当你选择这些人 然后他们去中国 他们会赢 你知道吗 我们在加拿大有最美的 中国人在世界 在加拿大 他们是好模特 他们唱得好 他们看得好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走向我们红坦 的是在加拿大 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美丽的活动 我真的很期待 看到所有的 精彩的精彩 你会带来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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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带来的精彩 展示他们的精彩 和精彩 恭喜中国 在这些精彩的活动 我希望看到所有的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走向我们红坦的是 来自多伦多本地 非常有名的作家 现在各位观众 看到走向红坦的是 在多伦多本地 非常有名的导演和制片人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出现在红坦上的是 大多文化中心的主席 张明达先生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你看到 出现在我们红坦上的是 来自大多文化中心的 副主席陈徐碧女士 现在走向红坦的是 来自多恩多华人 艺术家中心的理事长 侯博志先生 陪同出席的 有郑月秋歌唱演艺中心的 郑月秋老师 OK 大家好 非常荣幸参加今天这个盛会 我想在我们多伦多多 华人社区里面 今天算是一个 非常隆重的盛会了 我非常希望 我们这次的 花儿多多节目 能够在北美一炮打响 我也相信我们这里 有很多非常有实力的歌手 能够参加这个比赛 并希望他们能出位 加油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踏上我们红坦的是 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的主席 梁二黑先生 很高兴能够参加 这次顺会 那么我也预祝 这个活动能够搞得非常成功 那么作为一刷中心的 我们也会 全力的大力的支持这个活动 能够使这个活动 搞得更有意义 更好 谢谢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踏上红坦的是 长青会的副主席周鑫先生 陪同出席的还有中信银行 驻加拿大办事处的主任 严严女士 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 华尔多多这个活动 在多伦多能够举办 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嘉宾和朋友 今天感到很荣幸 希望华尔多多这次活动 选秀活动能够多伦多圆满成功 好 谢谢 好 希望华尔多多2011年举办成功 好 2011年什么最有种 华尔多多我们就立即进去现场里面 看看我们的新闻话报道现场 跟我走 今年什么最逗听 华尔多多 今年什么最好看 华尔多多 今年什么最有种 华尔多多 华尔多多 有种你就过来 有种你就来 有种你就来 有种就来 华尔多多 华尔多多 华尔多多多 华尔多多多 华尔多多 breeds 小型眼神 各位好 各位现场尊贵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下午好 今天是加拿大时间5月31号 此时此刻 中国已经是6月1号了 今天我们在敲间特别的时间 为大家举行发部会来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刻 我要再次代表活动主办方 欢迎各位来到201美金面膜 花儿朵朵江大厂区的发布会的现场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2011 MG Blossom Flowers Canada Division Welcome everyone 好,刚才大家踏着我们的红毯走进来 那接下来呢,在开始之前呢 请允许我再次代表本次活动主办方 中国青海卫视 当然还有加拿大地区的这个活动主办方 他们是海外基金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及联合制作方Wall TV加华视讯 还有选手联合招募方Oxygen高校联盟 这三方要再次的欢迎所有的贵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相信接下来这个人的发言 他会代表我们2011年 美季面膜花儿朵朵中国赛区 那以及至亲海卫视 特别是加拿大唱区的 所有辛勤工作的工作人员 我相信他的祝福就像一朵花一样 能够让你看到微笑 看到美好 也看到美丽 来和我们共同掌声游戏 此次活动主办人 也是总负责人 同时来自海外知新国际传媒发展 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曹磊女士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exacted producer of this event in Canada and also she is the CEO of Sister Media Communication EIC Welcome to Ms.Chowley 尊敬的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地邀请大家参加 花儿朵朵海外赛区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 今天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来到我们这个活动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仅代表 华尔朵朵海外赛区的所有工作人员 向大家的到来表示 衷心地感谢 谢谢你们 首先要感谢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多伦多总领事馆 张美芳 陈霜领事 对本次活动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我的联合制作方 WATV 杨总 谢谢你 还有帮我们这次在选手联合招募 一起联合招募的招募方 氧气高校组织 他们在那里 谢谢 还有大家今天看到的 为我们本次活动提供跑车赞助的 结成车行 谢谢你们 当然还有现在在座的所有朋友们 我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海外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海外之星国际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于加拿大多伦多 虽然我们成立的时间不久 但是却是一个具有中西方双重文化背景 以文化产业为主 即娱乐实体经营一体化的企业 我们公司承接本次花儿朵朵海外赛区活动 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本届花儿朵朵选秀对于国内历届选秀活动来说 应该是一次创新和大胆与众不同的活动 从整体表现形式和宣传力度来说 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国家不仅为了发扬本土艺术文化和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 更想通过本次海外赛区的设立 吸纳更多国际民族文化以及艺术文化的精华 真正做到本次的赛制的宗旨 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一种共融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传递两国之间文化的一个桥梁和使者 我们在本次海外赛区整个的活动操作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第一 在节目制作方面 我们采用了与地方华人电台联手制作和播出的形式 目的就是为了让选手在最快最短的时间里 看到自己在舞台上的一种表现 让更多喜欢自己和支持自己的朋友 能通过电视平台更多地了解自己 同时还给很多参与本次活动 并且愿意展示自己的朋友 提供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当然它也是一个公正的平台 第二 在广告招商和赞助方面 我们设立了符合本次活动的标准招商方案 我们将以招募首席合作伙伴为目标 建立品牌捆绑宣传和品牌整体推广的方向 投放的目标不仅在放眼于海内 当然我们也放眼于海外 只有这样做呢 同时我们是在建立自己的品牌的同时 树立每一个合作伙伴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 只有这样做我相信我们才能真正做到 规范本地娱乐文化市场 为本地娱乐文化活动招商 树立一种标志和一种榜样 让每一个与我们合作的伙伴 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得到相应的回报 同时也能达到真正的效果 通过品质 带动品质 最终才能建立真正的品牌 我们下期见